我今天就是要来布置我的生日会 所以我就来试试布置了咯 然后你们看一下我用什么材料 气球的 然后有气球准备的 都是以蓝色为主 所以我就是要有29号的那个气球 然后还有这个买啊 大概30多块买到的材料吧 还有充气的那个瓣 然后全部以蓝白色为主 布置 全部拆开了 有这样多气球要弄 哎呀哎呀第一次 第一次弄 这个生日自己第一次弄 然后要弄那个气球 你知道吗 好累 很麻烦 而且是要一点一点气自己弄的那种 哎 又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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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自己蹦的 然后蹦了几粒的 这堆 全部都是自己帮 帮他的气给他弄到膨胀 然后 然后我想要就是去载我的朋友 然后就来我家过生日 今天是要来过29岁的生日 提早过啊 然后我要去出门载我朋友了 载他两家 人家是弄到很漂亮很华丽的 但是我就还好 我就是简单 这样子 我现在跟鬼一起 切苹果 苹果粉红苹果 它很粉 大概买了5粒 然后9块9的苹果 超粉的 很像那个水蜜桃 你敢笑吗 我敢 只是笑不美 我笑了 等下你帮我切啊 OK 3粒 平时我上班是有戴手套的 只是吼 我要快 我现在没有戴手套 它会有那个 它的 头哦 它的头会有皮吗 不好刺的 切掉 你看到有一些皮 你可以这样削掉 然后它中间不是有种子哦 你先切哦 先这样的切 对半切 这里旁边就可以稍微切 切掉它的那个 扁扁的地方 给它 不要这样 不好刺的硬硬的 然后就开始切 像三角形这样的形状啊 大概 OK 这里也有种子 你可以稍微切掉 要小心手会滑的哦 然后你要慢慢削 这样切 开始三角形的方式对切 再切 那你以后也是可以切给你妈妈看的 你看到还有种子的地方 你稍微再这样 绑合切 嗯 它这样子它就不会有那个 肉哦 就不会有它种子 这样 诶 你还蛮刺的 OK 我跟你讲 我削苹果是真的可以 本身内削好 我已经练到哦 在奶茶店上班 练到我的那个速度很快啊 这个还可以再切 因为我觉得薄一点 比较好吃 然后中间硬的地方 我都削掉 之前吃它的 种子的 靠近种子的地方 还硬的吗 我不要丢掉 可以这样子留下来 OK 哇 我朋友已经切了一半了 来 你再切一下 如何切另外一半 你自己你有在家切过苹果的吗 很少 很少 怎么 你没有试过啊 你看过你妈妈切 但你会切吗 慢慢来 慢慢来 你切完这里剩下 下一粒我切 给你玩玩吧 但我觉得你这样子切法会很浪费啊 可能你妈妈教是这样啊 但我 我店长教 我妈妈 切很美 哦 这样就是说你不顺手 你很少切水果 哎 不要不要这样又粒 这样又粒会割到手 我懂吗 妈妈 啊 可以 慢慢削 当中你很像在 在割那个手工纸 这样子 慢慢来的 你妈妈切到很美 可是你自己不会切啊 鼓励哦 碧琪你要学一下 讲切苹果 哇哦 碧琪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如何切苹果 可是你平时在家 很少切苹果的吗 你切到很像梨这样 人家在切死了 小零食 然后披萨 等一下我热 蛋糕终于今天拿到了 它超美的 是一个很萌环的 草莓蛋糕 韩式的 蛋糕终于拿到了 它是一个很日系的蛋糕哦 这个就是来当做我的生日蛋糕咯 我准备的生日餐有 苹果 披萨 还有 草莓蛋糕 还有小零食 看这个我朋友给我的 平安健康 抱负 抱负 生日快乐 你看我朋友在这么 在那里拍那个草莓蛋糕 还要拿到那么圆 什么 哈哈 哈哈 你这个打火机在哪里 没有你 你现在要 你要点什么 你用个点这个不是辣椒 没有你点一下就可以了 它点一下就像些你般这样吗 你用个点这个不是辣椒 没有你点一下就可以了 它点一下就像些你般这样吗 你 来来来来唱什么歌啊现在 祝你生日快乐 你们唱到这样 祝你生日快乐 你自己唱啊 祝你生日快乐 你脸顶住啊 祝你生日快乐 你哪这样哪这样 你端哪这样 这样子 哇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烂炉 你不要讲话咧 早安快 在拍照咧 完了 就这样啊 就这样 这样你要再点一只辣椒 我要点一只辣椒